10月20日,NBA第二轮全面开大,勇士客场队阵进敌决士队,上赛季决士队四次交手,3比1击败过勇士队,是过去四年里,第一次在场规赛中三次战胜过勇士的球队,比赛打到第一节的最后时刻。 场上出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,杜兰特居然在比赛的最后0.1秒,最仓促出手三分球的只是对替补伯克斯犯规,赔偿了三次罚球,裁判反复观看录像后,确认杜兰特是在赌秒前犯的规。 三次罚球有效,杜兰特对此非常不满意,当场黑脸还用上了死亡凝视,而且高高举起水壶后,直接狠狠摔在了地上。 显然,杜兰特对这样的结果非常不满意,但是慢镜头显示,裁判的判罚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镜头给到场边的库里,正在场下休息的库里都紧张的站起来了,一脸无奈表情罕见的严肃。 今天杜兰特第一节的表现,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,六投三中拿到了十分。